两年半前 我在曼谷泽道达买了一层 泰国的新楼楼花 发展商是泰国三帝地产商之一 Sansiri 今天就收楼了 很紧张 不知道质素是怎样 我们立即进去看看 进入大堂 我立即被华丽的装修吸引着 嗨 陈小姐 你好 你好 当日我透过Sansiri 在香港的代理帝王地产 买入这个单位 他们有驻泰国的物业本联团队 Empera Key 今天帝王地产兼Empera Key的职员 Holden 全程带我收楼兼验楼 就这样 签好收楼文件和入伙子 就可以参观我的单位了 哇 景观很开阳 是啊 陈小姐 是啊 这是你的收楼 楼楼的楼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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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박 WILLIAM 這個就是我的同事 這是嚴正你的單位的問題 之前已經幫你執行了 如果你有發現新的東西 不肯在這個櫃子裏面的話 你可以加的 然後我叫我的同事再幫你跟進 牆壁都沒有問題 看看廚房 有電池爐頭 外面呢 還可以 晾一下衣服 還可以 即時找不到執樓的項目也不用怕 業主入住了之後 發展商Sensiri 還包兩年的室內維修 和五年單位外牆的維修 再看看廁所 都沒有什麼問題 怕貴 是敢認識的廁所 還有一個 棋缸 整體來說 一個人住或兩個人住 這房子都挺舊的 看來主人房又如何 放到一張 Queen Size的床 黑鏡玻璃的衣櫃 還有我留意到 還有一盞燈 晚上拿衣服也不怕 殘身身邊人 睡房和廳之間 就是以玻璃來分隔 就是這樣 但我發現到 這房子有兩個小小的瑕疵 就是門 還有牆 都有少少的骯髒 我要找Emperor Key的人 幫我收拾一下 飛過來曼谷收樓 過兩天我就要回香港了 那些裝修怎麼辦呢 原來帝王地產旗下的Emperor Key 還有幫客戶裝修的套餐 典真方便 陳小姐 是 請進 請看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有裝修了的 幫客戶裝修了的單位 是 而這樣的裝修方式的話 整間房子來說 大概是60萬港元左右 裝修套餐 包括幫部分除屋附送的 傢俬更新 除業主的喜好 配合餐桌、家具、裝飾品 以及睡床等等 我的單位比這個小 Hodden說 只需要預算3至4萬港元做裝修 大部分帝王地產代理的物業 在屋苑的樓下 都會有他們的分店Emperor Key 去負責幫他們自己買家 做租入、買賣 又或者物業管理的事宜 團隊還遍佈全球各地 包括泰國蠻谷、越南胡志明市 中國的北京、上海和香港 見到屋樓升值想賣出套餐 都不需要委託其他人 找帝王地產 就可以一條龍地幫你賣出屋樓 如果業主不空飛到泰國收樓 都可以委託Emperor Key 幫你辦妥一切的收樓手續 假設你想在泰國開納銀行戶口 方便收租 Emperor Key的員工都會陪著你 那就不怕雞和鴨說了 他們不需要責任任何問題 責任任何問題 任何人家的運用 我們可以幫助他們 例如照片的運用 我們可以責任任何人家的照片 在網站上 網站上 網站上 然後吸引客人來我們 每個月他們不必擔心 如果我能付錢 像電池或水汽車 我們只會付錢 單位質素像我預期那麼好 會所令我最起出望外 樓價大約100萬港元 但會所已擁有無邊際泳池 健身室 空中花園 桌球室和兒童玩樂室都這麼寬敞 質素比香港不少私樓還要高 今集還有另一個新盤參觀下 位於新崛起的商業區拉馬四路 它是由傳統金融區CBD 沙吞擴展出來的 商業味日漸濃厚 綜合商下零售和酒店的地標項目 One Bangkok 將會在2021年起好了 到時候在拉馬四路上班的白嶺 會激增至近10萬人 整系列新盤Ocker House 它與One Bangkok 相距只是7分鐘的車程 到時一定很受外籍租客歡迎 Ocker House 不單地地段美麗 空中花園會所還有戶外景園設備 住酒店也沒那麼爽 先參觀過一房單位 面積374平方呎 入屋就是開放式廚房了 升盤不用時 可以變成砧板方便備餐 都幾像香港的新盤 低低色的吧桌 足夠一至兩人家庭開餐 再直入客廳 不單曲曲尺形的梳化 連茶几機和Designer Chair 都放得下 主人房都有特色場 不規則形狀的暗燈槽 比香港的示範單位還要形 接著我們會看看面積大一點的 兩房一套單位 面積530平方呎 同樣是先經過開放式廚房 再入客廳 備餐區比一房戶大一點 同樣洗衣機、煮食爐和抽油煙機 是長屋附送的 這輛備餐車也挺有懷舊風 客廳的電視入場擺放 對面是梳化和一幅型格的飾櫃場 後面原來有些圓機 示範單位將客房改為飯廳 飾櫃場是用來分隔客飯廳 主人套房亦是走型格的路線 套廁還不小 有浴缸可以浸浴 亦不是黑廁 下一集帶你參觀發展商Sensiri 筹劃的T77區 整個發展項目規模超大 用來支援手 我們來支援手 新的廁所 再加上一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